原警晚间背着女山友横渡湍急溪水 水深到达腰部 女山友被眼前的恐怖景象当场吓哭 其他山友紧紧抓着绳索慢慢横渡溪流 虽然溪床宽度只有不到10公尺 但湍急了溪水不断把他们往下游冲 画面相当的惊险 这次六人登山队伍 晚间9点多来到仁爱乡五届部落的立七溪 因为梅花台风带来风雨 溪水暴涨 他们不敢贸然涉溪赶紧对外求援 当地五届派出所的所长跟原警 立刻带着绳索赶到现场架设 再由山友逐一拉绳子涉溪 慢慢走慢慢走才好才好 而在稍早下午三点 一支攀登干卓万山的四人登山队伍 也受困在同一个地点 派出所长跟原警接获求救讯息 赶往救人 其中一名登山客因为体力不济 还被湍急的溪水冲走 竟好及时被拉回 四个人平安获救下山 派出所原警从下午三点到晚间九点 连续六个多小时不间断的救援 成功协助了十名登山客脱困 不过同一天内接连两次的涉溪救援任务 也让玻璃市大人累翻了 华视新闻的杨宗宇周大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